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讲明 邻青无杞心 料佑温聪清 主策一天很新出节,做了в Alabama 德國民賓出生債優道,外小無法的經營理念, 真理變身負荷,領協人清潔, 國有清治為賈財神,德國民經商成功效, 體會到好人胎著,金錢費萬年, 於是獨自在五味山羅浦洞中修練, 無法勝選修,美極地方圍正義現大萬歲, 專門來聽出雙中雙的不法基督。 獎神在民間,故事代代傳, 歡迎收看方神本神志傳說,無財神,德國民的故事。 另一集,我們說到德國民和硝仙, 做法兩位兄弟的財政。 又是德國民將他們兩位兄弟打勝黨胸。 建政就他們吞不下這口氣, 走去找工主仔,投救兵。 工主仔自己因為不是德國民的對手, 專向文書、元宿天尊救助。 文書、元宿天尊向工主仔說, 德國民不是德國民, 未來又要借他一百一日來攻打中央。 德國民,他的站在中央這邊的原因是因為, 想要向工主仔投財神的一位。 這次讓工主仔十分的為難, 因爲他早就將財神的一位, 方向鼻竿,不可能將鼻竿換下來, 又要讓工主仔報起。 元宿天尊向工主仔表態, 對付工主仔這件事, 他必須要退出局, 要工主仔自己去面對。 工主仔是一顆頭,兩顆頭, 不知道要如何是好。 工主仔叫做元宿元宿天尊, 吃了比文家一息, 實在是無人寄連頂杜林, 借過身體不熟, 暫時撇離不減。 連頂杜林也能退回工主仔的難處, 也沒好意思再去清脱他。 連頂杜林只好領求他人, 正當連頂杜林好想無人之時, 何秦秋師聽說要聽到他的呼喚。 來後正義名叫六項的西昆仑散林, 自稱可以在當公民伊斯帝, 連頂杜林聽到消失後, 幸喜六項, 豐富看到了希望, 便起救助伊伊, 連頂杜林伊朝六項的基點, 叫進一位收杜超人, 壁面擦到中功名三尾里。 由在吉山立一座諷長, 在諷長來做一個土台。 就像中超人拆在土台上, 接到在中超人頭頂雙褲一盞頂, 腳的也放一盞頂。 六月便开始考验旧务 为背后背出一支头目减 这手必出减载 四周下降头 从降头停在头目减上 六月 押去头目减不断恢复 对着状态人死刑发生 略通德顺的文泰书 全球滴得感应 用手赤字一算 算出党功名有减难 减格党有人买党功名于死地 当下第一个小党的就是 强主鸽 马上我用五味山去通地党功名 文泰书一记党党功名的时 皮头就说 大叔不好料 大叔不好料 但求公公 是天堂得来吗 如果没有入宿的红红党党 文泰书一个筋党 两位就说不清楚 党功名 起床心寒的公 先唤一口气 有话慢慢说 杨孝师傅 挂紧倒一杯水 让文泰书 泰书拿去杯子 一口气将水喝完 放下杯子说 有人是发誓 买党党功名 分非疲散 杨孝师傅 起床心寒 买党这么厉害 买党党功名 一方 丹丘公 硬核公 不用了啦 除了杨孝师傅 之外 还有杨孝师傅 文泰书说 会有这种 高分射顺的人 只有 强诸牙 技术 会有这一本 叫做 顶头七件事 来头 记载到 都是这些射顺 只要连续 被司法 二十一天 变分非疲散 然后 变成一个 二十四人 小师傅 丘公 两人 一副 吃惊的模样 有一句话说 最独护人心 没想到 受到人 无缘 那心怀 手握的心 虽然 丹丘公民 将小生 和招保 两个人 打成 党党 均真 说起来 这也是 他们两个兄弟 自己做起来 不能援把人 为什么 会 受党党 是因为 自己 顺过 接着 才会 让丹丘公民 失授 众 打成 党党 但是 事情不是 外面人 看得很简单 认定 到人 也想要 在 周母王 逃一点 好处 将来 如果 公党 中王 成功 未来 加风 一看 半日 这样 真有 遇风 不可以 让 江主 相 表白 唱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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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这个 这个 正公民 坚本 不怕 这些 虐分 射率 自己认为 自己有 健康 护体 凝固 仁和 要 无几乱 做于 好 骂过来 就說明可以到過一定的驗籃嗎? 頂頭七驗書所記載的詞述是職義母山德須一種 頂頭七驗書這本書並非強制下所有 離世六月,當年絕客的德法書 文太師請求公義孝書去基山頭處頂頭七驗書 結果破了坑,發現頂頭七驗書並不在強制下的地方 驚到原來不在頂頭七驗書並非是強制下 你是領有紀人,頂頭七驗書並不在強制下的地方 都未到發生日夜的摧殘,漸漸現地消散 既然頂頭公明分費屁股的日子是外來外近 文太師擔心台航日子一久,頂頭公明必須無意 文太師求助各人出立非春領旨草 既然寶可望官冠五味山,看能不能建議頂頭公明的生命 由他不斷對中超人私家發誓 也提出吹粉尖名刺到杜超人的蜜酒 蜜康最后为生众的所在也拆了一尖 杜公明的蜜酒蜜康 蜜康开始躺躺起来 文太师傅进入老普洞来 发现杜公明都在城上痛苦难来 华今担了几出协队 暂时饥足了杜公明的痛痛感 集到老资兔凌智草荷 迅速领杜公明博下 文太师傅对杜公明说 发领你博下了凌智草荷 暂时保住你的身体 彼此要尽快找出要独害理的人 若沒有,就說明六觀地說,我的生活還要脫掉。 我知道今台南不輸,這一關我一定能堵得得過。 有了太師悔心,實在是過意不去。 太師人過說,你做我,公大,強主也有說, 如今,看有人在地理醫師的,對你下路處有隆獨的法術,是我害了你。 就說明安慰太師說,這不管你的事, 我以強主也有蘇聯恩怨,我這樣做, 並不是為了你,所以你不需要主席了。 太師父一面黑衣的問,你已經強主也有蘇聯恩怨, 但這家海威力的人,快是領友基林啊。 我小起來了,是連丁杜林, 他領恰高林對付你,用這種鼻屁下流的聲率, 是英雄好漢的威,就來一個假民對決, 不必在暗室,用這種無力流的手段,真是優順就過了。 強主也怕到公民起訴既進, 該是要出出最求的事件。 如果再過三個事件,就會魂飛撇散。 強主也快去這支連丁杜林, 繼續對當公民使用法術, 並脱走後就超人, 接著江湖五味山流浦洞, 用無分術,將丁杜公叮臨無分, 趁機夾走當公民日本風神台。 強主也夾走當公民到了風神台究竟要做什麼呢? 那些記者,之前有提起過。 當公民未清為雲神, 是因為他會去度雲躍的法術, 所以未清為雲神。 在風神本中記載, 是強主也向當公民為雲神。 因為在雲神已經放火了鼻肝, 所以只好將雲神放火當公民。 武財神趙公民, 又稱五路財神, 是民間仁見仁愛的財神爺。 他並持生財有道, 賴帳無方的理念, 教導商人要誠實信用, 交易公平, 同守護期, 才是經商的王道。 趙公民從一名乞丐, 翻轉成為一名大企業家。 他教導世人, 財富不是外求, 是要先從守城開始, 因此本身就是自己的財神爺。 樂於布施, 匹吉太來, 逆若暈開, 財神自來。 請務持《風神榜神的傳說》節目製作。 話播帳號42274784, 顧名十方法界基金會。 觀眾聽到雲神, 通常的因爲是一位不好的聲明。 其實雲神的任務主要是在祈禱雲役, 但是也會散佈雲役, 當環境如果沒有保持有清潔精靜。 本舍對著摸摸時, 這個時候, 雲神就會散佈雲役, 來作為聽法。 若是已經將環境乾燥清潔後, 雲神就會將雲役改渡。 除了這以外, 也有陰室, 若沒有衛生, 雲神也會散佈雲役。 若是有改善的話, 雲神就會主動和雲役收回去。 這樣, 這位對張公明來說, 真正是影響勇武之地。 張公明會接受嗎? 如果這樣, 他最後又如何被清潔財神, 故事漸漸進入高調。 張公明對張公明爬送到雲神台上, 已經暗暗一生。 張公明爬使用緩分率, 將張超人心上的分率, 移轉回到張公明的心上。 張公明的身體漸漸有了氣息, 體力也慢慢回復伊翁, 便緩緩起身坐起來。 張公明對張公明說, 你總算清潔了, 如今你兩手空空來到雲神台。 那我教他, 就說明明起身聽你講。 你雖然, 只要我的心清潔, 中間勝過鼻肝的心, 就讓我為財神。 誰人不知道, 你根本已經無心露, 哪有靈轉由畢雷? 張公主家說, 他為了正面主機的中心, 你淋出了心, 那你, 你, 要改, 喝出心, 來證明給我看。 是不是一顆清真, 中間的心。 中間的心, 中間的心, 頓時阿靠無言。 這時, 強主家對中公明講。 既然, 你無法逃亡證明。 那只好委屈你, 我正是, 逢你為我們心。 這, 我們心強誘, 春夏秋冬, 以總管, 中恩頂五位。 目前, 春恩時, 中無筆, 夏恩時, 老冠達。 當恩時, 中思鬼, 總管中恩時, 思紋約, 就, 只存夏秋冬, 也有空款。 你六萬里。 我就, 向你為, 秋冬, 中公明。 中公明, 俗俗說, 你, 既然, 京府, 風神的, 中極大念。 就應該, 要, 威責世紀。 風神, 選選, 不是你, 你虛了。 這, 關火到, 天上, 林甘, 地府。 這, 有關, 中台的事情, 你競然如是, 抄襲。 你, 向我為,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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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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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致為財心 強主要這樣稀儲 當然讓中公民聽不下去 中公民將他過去 經常的奉公威脅 他後一十個說給強主要聽 年後開始 批評鼻肝的重心 甘這是亡中 中公民越說越激動 開始收入鼻肝講 鼻肝雖有問財 但是手無百計之力 他不生意 就手減肌重無期 講到買賣 進肺、出肺 婚禮、管理 淋淋種種都是學問 這些生財之党 我可是比他更清楚 若是來做我的消防 他應該是不告結的 中公民替主義、紀律、歷政 封致賣 這條財神之位 這兩百票 工主義 知道自己不得 對他所謂 將美感風味財神 聽了中公民的說明 更加上完事天春的個改 將中公民風味穩神 其實是無法向王無妙妙來交代 工主義 有個不甘願自己的死對頭 就這樣好吃睡 春秋就有地人喝 簡單就坐著在身的胃 不過如今 工甘長王已經是不可以再等了 必須要中公民出手來想做 若是中公民可以將中公立起來 就尋找虐待 讓中公民為財神賢 這樣一來 可以稍稍中公民的怒氣 以來面對王無妙妙 也可以交代 用這樣來做條件的交換 中公民一定會專立義父 共同完成自由武翁的定義代表 工主義的如意勝負打得真正 是不是會順著中公民的心意呢 中公民會接受嗎 工主義與中公民有得出高手過 中公民的武藝真是在工主義之上 這一點 工主義也十分清楚明明 但是 經商的財靈 才如中公民自起縮織這樣嗎 工主義是半生半疑 於是找來妖孝書求情 妖孝書當然不去做賢 也要誇台 如是說清楚 就連中公民做出手的定義王子 也都既失於無 工主義也聽完之下 對中公民說 聽說 你有幾件報仇 我資金 也沒有堅持過 你可以為我失電嗎 中公民說 心變的威力 想必你已經堅持過 你的坐騎 速不強 曾經被心變縮兇 昆龍舍 在他小生做不到兩兄弟以前 你應該也堅持過 我不知道你第一次 工主給我笑笑說 不要將我的目標 動作沒看到 你應該知道我記得的是什麼 那當海豬的威力 中公民 央天一笑說 那 就要看你的生意囉 工主給我心來搬送到 不可以看 中公民 這條大魚 是如何糾糕的 中公民也不是傭人 就這樣簡單來中間 當然要有條件來交換 在工主的手中 也有好敗 他要用財神人君的一位 來換出中公民 出前公大長王 這兩個人 國有幾胎 自己有自己的如意勝貌 這到底是誰人的勝貌 打得比較正呢 他們兩個人 會創造出生意的協議嗎 中公民 可以照他的新聞嗎 這些疑問 留在他一集 這就繼續為你解開 感謝你的生意 向心奔心 之傳說 無財神 留公民的故事 我們會再見 看金華聽贈免 一起來聊武財神造公民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沛誠 江子牙向師父原始天尊求救 卻吃了閉門羹 乾脆躲起來不見人 南燈道人也知道江子牙的難處 開始令謀高人 這時 來了一名道士路鴨 自稱可以治得了造公民 他用的方法是茅山道樹 專門射人魂魄 最後魂飛破散而亡 造公民自然是金剛附體 不怕邪魔妖術 可是 這門道樹相當的厲害 造公民被施法之後 體力漸漸的衰弱 文太師知道後 迅速取得了靈芝草 前往峨眉山 要搶救造公民的性命 而江子牙算到造公民有劫難 隨後接走造公民 往封神台去 江子牙對造公民說 既然你對我施約了 我只好封你為溫神 溫神這個詞位 並不是造公民想要的 他想要的是財神 溫神的詞位 對造公民來說不匹配 封造公民為溫神 根本就是大財享用 不但貶低了造公民 也無法對王母娘娘交代 江子牙明明知道自己理虧 但是 卻是看不慣造公民 氣焰囂張的模樣 不想那麼容易 就讓造公民取得財神的位置 所以 想方設法刁難造公民 耍了一個手段 要用財神真君的職位 來換取造公民的出手相助 其心一起討伐咒王 論戰力 江子牙是在造公民之下 但論謀略 江子牙是在造公民之上 事實賽 造公民的任務就是討伐咒王 而封場財神 是王母娘娘的指令 當然要全力以赴 至於故事後續要如何發展 記得準時收看節目就知道了 三分鐘聊五財神造公民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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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